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来到3月13日星期三 由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为我们准备了《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 标题为 知道你里面拥有什么 我们的开篇经文是 加勒泰书五章22-23节 但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 喜乐 和平 恒久忍耐 温和 良善 信心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有人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天都生气 对着别人大喊大叫 我讨厌他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这就是你的经历 对自己说 从今天起 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因为我有了天赋的性情和品格 我有忍耐 有节制 我是温和的 我是仁慈和良善的 通过在你的灵里 对他神圣属性和本性的识别 使在你的灵里 神的品格得以成长 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说 愿你细心的交通 借着你里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 各样善事的知识显出功效 你们要承认 并且宣告 在你们里面已经拥有了圣灵一切的果子 就是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心 温柔和节制 神的话识说 它们就在你的灵里 因此 不要说 我在爱上有问题 我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 倒不如说 我充满了爱 神的爱 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 我是神爱的彰显 爱通过我流露出来 你必须知道你里面有什么 你怎么知道呢 就是通过神的话语 例如圣经说 你在基督耶稣里是神的义 因此 不要说 你试图做一个义人 要说 你是义人 因为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 同时 宣告你的信心正在成长并有效 因为信心是你从照之人灵的属性之一 根据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 你已经有了信心 有了信心 有了信心 你凡事都能做 拥有任何东西 能达到任何成就 成为神预定你成为的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说 你们若有信心 向一粒芥菜中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当我默想神的话语时 我灵里属天特质 就会被培育和彰显出来 从而祝福我的世界 我是爱 喜乐 和平 温柔 良善 信心和节制的化身 主 我感谢你 你的恩典在我里面大能地运作 并使我有信心 一直在你的光中行走 实现你的渴望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我们参考的经文是 加勒泰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费力比书一章第六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八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 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中共的儿女 一步 第一步 中间 我们再来